乔乔姐,你的胸脯咋还是这样呢?咋还和我们的一样呢? 四丫头,你懂啥?结了婚只要不生孩子,胸脯还是人样。 她叫乔乔,早就结婚了,身材就十分瘦小,丈夫对她也提不起兴趣,独留乔乔一个人睡婚房。 就算很多年过去了,丈夫也没碰得一下。 故事发生在八十年代的小村庄,这个名叫扶牛湾的村子就在扶牛山脚下,村如其名,牛在他们村十分地重要,山上的田地都需要牛来开垦,这个叫赵晋的小伙子跟牛一样强壮,一下子就迷倒了两位村花。 而他自己和身材丰满的西兰情投意合,每天都逆在一起谈天说地。 赵晋哥,你说,在你眼里,是我中药还是牛中药? 都重要。 另一名村花乔乔是个哑巴,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自己喜欢的男人和其他女人在一起,却不能对赵晋表明自己的爱意。 村长作为乔乔的父亲将这一切看在眼里,他不希望自己的女儿受到委屈。 村长几番劝导乔乔,两条腿的汉子还难找吗? 可乔乔已经坠入情网无法自拔,他不想放弃他对赵晋的感情。 一天,赵晋和西兰牵着牛来到了地里干活,休息的时候,在大树下你情我能地说着悄悄话。 乔乔看到了这一切,心中一片酸楚却无可奈何。 这几天,没见你这么好兴致,唱着歌吧。 可没想到,他俩唱着唱着,小鸟就酸进了树洞。 躲在不远处的乔乔含着眼泪,就不敢上前阻止。 此时躲在现场的人除了乔乔以外,还有一个叫二行的男人。 这个男人喜欢的是西兰,是一个跟乔乔一样感情受伤的人。 之前,二行去西兰家上门提亲,却没想到被西兰当场拒绝。 西兰表示,自己只喜欢赵晋,不嫁给别人。 二行哥,这些东西你带回去。 西兰,你这是干什么? 这点心送给大妈吃的,酒是送给大爹喝的,相得相亲的,总不能连这点情分也没有吧。 娘,我的事,我自己做主。 田狗本质的二行不死心,认为,只要西兰没有出嫁,他就还有机会。 躲在大树后面的二行将乔乔支开,又趁赵晋和西兰颠乱捣锋的时候,将他们的牛给牵走了。 二行这一步操作让赵晋慌了神,赵晋和西兰发现牛没了,赶紧遍地寻找。 两人爬上爬下的寻找牛的踪迹,仍然不见牛的踪影,于是西兰又回村里找了更多的帮叔来找牛。 一群人拿着火把在山上找了,一夜都没有找到牛。 赵晋把气坏了,一个大嘴巴子拍在了赵晋的脸上。 众人看了都连忙拦着赵晋的爸爸,西兰也护着赵晋。 算了吧,这都是牛神爷降下的灾呀,咱们认了吧。 一行人在牛头树下磕头,这一下赵晋没了牛,就只好人力耕地。 他背着工具,顶着太阳在地里一步一步地走着。 耕了还没多久,赵晋就累得满头大汗。 不仅赵晋需要亲自下地干活,就连西兰也是,因为他们两家共用的一头,一头牛丢了两家连着受累。 此时机灵的二行便拿出自己家的牛帮西兰耕地,可西兰根本不稀罕她的牛,宁可拿出自己的私房钱,让赵晋再借点贷款买一头牛。 可这件事情必须要找村长商量。 于是,西兰和赵晋拿着猪肉和白酒进了村长家。 村长一看是赵晋这小子,瞬间摆起了脸色,毕竟自己的女儿在赵晋那个臭小子那受了委屈。 瞧瞧见状也想帮助赵晋,于是向自己的父亲撒起娇来。 可村长铁了心不想帮人,赵晋感觉自己的面子挂不住,于是拿起桌上的白酒和猪肉就跑出了村长家。 赵晋坐在了路边,一把将酒和肉都扔掉,西兰也跑出来安慰着赵晋。 此时的二行再次出现在他俩面前。 西兰听了这话,生气地叫二行走开,可二行的这句话却在赵晋的心里发了牙。 这天晚上,赵晋偷偷跑到乔乔的家,扒着扫棚看着正在喂牛的乔乔。 一个大男人究竟流下了不争气的眼泪。 赵晋妥协了,为了生活,为了牛,他只能故意接近乔乔,和乔乔有说有笑。 撒上盐,使劲儿脚,左三右四半均匀。 这件事被西兰发现了,他一把将赵晋拉了出去。 赵晋哥,你不想亲戚我? 我有点头疼。 乔乔发现丈夫的勾当跑回家中,写下了几行字,强扭的瓜不甜。 可村长也以为赵晋是真心想娶女儿的,于是告诉乔乔,这时赵晋真心喜欢乔乔。 这瓜不是爹强扭的,是赵晋他自己种的,你要不放心,明天就再来,爹再靠使靠使他。 果然没多久,赵晋和乔乔结婚了,而西兰沉浸在悲伤里。 你要结婚了,新娘不是我。 西兰望着娶亲的队伍,狠狠用剪刀割出血来,再插在树上。 她诅咒着这个忘恩负义的渣男。 就赵晋,因为牛怀了良心,不要让你死在牛体底下,让牛把你踢死,踩死。 新婚当天,西兰趴在窗户边盯着他们,她心有不满,就来到牛棚用皮鞭抽打着牛。 赵晋听到牛叫声,连忙出来查看情况, 却发现了躲在牛棚里的西兰。 这下俩人的感情一发不可收拾,瞬间草垛乱成一团。 乔乔知道外面发生了什么,却没有出去阻止这一切,只能自己睡下。 三天之后,就是新娘子回门的时候,村长准备了一桌好菜, 却发现女婿当天出了远门。 村长想教训赵晋,乔乔却拦住了村长。 此时的赵晋去了西兰家,她向西兰道歉,说不该为了一头牛就这样做。 可这件事已经过去了,西兰表示没有什么好说的。 西兰,我的确有话对你说。 跟你牛说去,跟你哑巴老婆说去。 后来赵晋靠着有村长这个岳父获得了两头奶牛。 她负责养牛,乔乔负责挤牛奶。 两人的日子也慢慢富裕起来。 只是新婚这么长时间,赵晋却从来没有碰过乔乔,连一个拥抱也没有。 乔乔不会说话,他们两人之间也没有交流。 即使乔乔心中万般无奈,也只好强忍着难受过日子。 而这天,村里的女人却戳穿了她的秘密。 和里兮兮的女人们嘲笑她的飞机场,直接戳到了乔乔的痛处。 没多久,赵晋的野心也越来越大,开了一个大大的养牛场,还要请村里的人来帮忙饲养。 起初西兰不愿意去赵晋的牛场,可为了生病的母亲,她不得不去养牛场上班。 这天,西兰在养牛场里休息时,受到了男员工的调戏,路过的赵晋看见了,教训了男员工。 西兰知道,赵晋心里还是有她的,于是故意在牛棚里和男员工拉拉扯扯,好巧不巧这一幕被赵晋看到,赵晋给了那个男员工一拳。 这天,二行回来了,她出去闯荡开了一个皮革厂,也挣了不少钱,可她依旧没有忘记西兰,想要娶西兰当媳妇。 正巧村子正在重新选拔村长。 西兰居然当上了村长,也同意了她和二行的婚事。 此时的赵晋懊悔不已,赵晋心存不满,因此她把牛头树烧掉,以此来泄愤。 她不顾村里人的阻挠,一心要稍数,都是因为牛,她才落得如今这样。 可就此二行与西兰的新婚之夜,二行把这个隐藏多年的秘密告诉了西兰。 西兰,有件事我一直想告诉你。 有啥事说呗。 你知道那年你和赵晋家牛是怎么丢的? 提这事干啥呀? 那牛是我给弄走的。 二行,你为什么要这么做? 西兰不可思议地望着她,而这一切都已经晚了。 赵晋站在外面,看着婚房里的灯熄灭了。 她气急败坏转身去牛棚抽打牛。 乔乔在一旁怎么都拦不住,这时的牛疯了,居然挣脱绳索,向赵晋奔去。 赵晋慌乱地逃窜,最后乔乔一把推开了赵晋,而她自己被牛撞死了。 此时背后的土墙也塌了,就是当年西兰发誓的那面土墙。 真是造化弄人啊,四个人的恩恩怨怨乔乔乔都写在了她的日记里。 这时大家才知道乔乔一直都是完毕之身。 在找对象,哪怕,她是个哑巴,瞎子,拐子,只要她对我好,再说,我还是个黄花儿闺女。 众人围在乔乔的身旁流下了眼泪,赵晋也十分悲痛。 电影的最后,赵晋跪在墓碑面前哀悼,而她的周围围着一群牛。 或许一开始就是天意,女人为了爱情而同时完美人生,男人为了人生而放弃了纯真的爱情。